今天相比昨天又更热了一些 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牺牲影响的关系 在我们天气方面还是晴朗炎热的高温 可以上看36度左右 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做好防晒的工作 小心中暑 而在山区持续的是会有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带来降雨的天气状况 来看到卫星云图可以看到今天上半天 白天来说 在我们的台湾上空云量是相当稀少的 几乎是没有云层覆盖在台湾上空的 不过到了下半天开始云量开始增多 我们的热对流开始发展起来 为西半部的局部平地以及山区 都带来了雷震雨的天气状况 预计这样的天气状况会一直持续到周末左右 持续受到西南风还有东南风带来比较暖湿 比较温暖的空气 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发挥之下 都会是这种午后山区会有热对流的发展 带来雷雨到震雨的天气状况 一直要到下周太平洋高压北台之后 台湾的南海附近才会开始出现 热带扰动的深层以及发展了 所以迟节已经是持续的进入到 我们的台风旺盛季节 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关注天气资讯 掌握好天气的动态了 所以哪边比较容易下雨呢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山区 还是有比较多的降雨讯号出现 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 所带来的雨势影响 而在星期六这一天呢 这时候太平洋高压 已经是北台来到了日本东南方附近 远离台湾更多一些了 所以台湾的天气状况 也就更加的不稳定一些些了 在我们的午后热对流发展 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旺盛一些 可以看到除了山区 在我们的西半部平地 也有更多的降雨讯号发展 所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这个活动安排上 就要特别留意这样子的天气状况了 在气温方面呢 持续的高温都是可以盘旋在 33到34度左右 而周央天象局呢 也针对中南部以及台东重谷 还有华联地区是发布了 橘色灯号的高温警示 在北部地区呢 仍然是持续有机会受到 沉降作用的影响 也是亮起了黄色灯号的高温警示 所以建议大家出门在外 一定要特别的多加留意高温的状况部分了 所以在今天晚上的天气状况来说 等到这个午后对流的降雨消散之后 就会恢复稳定 明天开始甚至是未来一连几天呢 都会持续是上午清朗阳光的天气状况 午后会有热对流发展 带来雷雨到震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空气品质状况 都是相当不错的 包持在普通到良好的等级 我建议大家可以利用这种好天气 又有好空气的状况之下呢 安排放心的从事户外活动 可以安排在上午到晚间这段时间呢 放心的出去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要留意的就是高温实在是太热了 一定要留意自身在外的这个活动时间 安排时间上要特别的留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